第233集 向您分享 苗栗縣 通宵鎮 苗栗縣 厚隆鎮 小白龍縱走 Go! 都要來看嗎? 小白龍縱走 Yes 這條從白沙屯車站縱走到厚隆車站的路線 不僅讓您領略到苗栗的自然美景 還能深入了解當地的歷史與文化 是一次難忘的縱走體驗 在此分享給大家 希望您會喜歡這段旅程 走 追著美景去爬山 大家好 我是站 本日的行程是白龍縱走 這裡的位置是五星火車站 而這條路線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不要急 跟著站來去看看喔 走 本日我們從浦星車站 搭乘2005區間快車至竹南車站後 兄弟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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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從竹南車站 轉乘2511區間車 至白沙屯車站 白沙屯車站的門面設置大型媽祖婆九珠垂簾翼像 門口放置了Q版媽祖 千里眼 順風耳公仔 搭配台鐵帽子 打造當地民俗特色據點 我們漫步在鐵道旁 這時微風輕浮 耳邊傳來火車的風鳴聲 木道旁的小黃花絲瓜 彷彿熱情的在向我們招手 走過一個透色平交道 媽祖守護著來往的行員和車輛 白沙屯拱天宮 是位於苗栗縣古銷鎮白沙屯的媽祖廟 齊圖附近鄉活動 為中華民國無形文化資產民俗類 每年往北港進鄉 總是吸引大批信徒跟隨 沒有固定路線和日期 山友分享 拱天宮附近的超阿貴很好吃 我們來去買幾個炒鮮炒鮮 接著我們前往東龍宮 經過拱天宮排龍 接台一線省道 勁很強勁 抵達東龍宮 東龍宮 屬於護龍市的建築 創建於青道光元年 西元1821年 鎮店供奉主寺神明 關聖帝君 宮前右側供奉關聖帝君的座騎赤兔馬 設有馬房一間並備有馬童 前放至水草宮神居享用 為其特色 接著由東龍宮右側十階梯往上走 十階梯上來後是一小廣場 在巡目階梯而上 在巡目階梯而上 白石頭掉下來了 看見關海平台後 左轉進入小鏡 小鏡前有綁燈三步條 入鏡好辨認 好 好 蟒草滿多的 對… 對… 白石頭掉下來了 輕輕鬆鬆 攻頂了 白沙屯山 攻頂了 攻頂了 大家趕快決定位 欸! 要進位 對齁 來拍個燈頂照 白沙屯山 位於苗栗縣通宵鎮 標高41公尺 山頂有一棵土地調查局圖根點擊石 拍完照後 循著原路回東龍宮 回到關海平台 大井鎮室紀念碑 設立於大正十年 西元1921年 紀念陸軍大衛大井鎮室的紀念碑 為進行 黃明奉公運動 倡導台人全面日本化 要台灣人 真誠 同心協力 全面動員參加戰時工作 大井鎮室紀念碑 就是在此時機 與政治氛圍下 為軍國意識形態之導入 進而重修的石碑 回到東龍宮 目前已經走完一山兩宮 剩下的秦城 我們繼續 小白龍縱走 一條充滿歷史與文化氣息的 践行路線 沿途經過多座香火鼎盛的宮廟 還能享受爬山的樂趣 並且探索紀念碑 詳細形成繪途經六座重要宮廟 摸到兩棵基石 白沙屯拱天宮 東龍宮 馬林宮 蔣宮廟 山邊媽祖宮 青海宮 沿途景色優美 並可輕鬆造訪二座山 白沙屯山 半天寮山 水溝裡的蓮花靜靜的綻放 宛如大自然的畫筆在這片小天地上輕描淡寫 粉紅色的蓮花 如同少女的笑夜 嬌嫩而不失優雅 淡紫色的蓮花則如同一位優雅的貴婦 散發著淡淡的幽香 拱天宮景觀公園旁 鋼天宮景觀公園旁 矗立著兩座巨大的石雕像 千里眼和順風耳 這兩座雕像不僅是異序的傑作 又是這片土地的守護神 老婆在五十歲之後她就猜她掉到那裡 不行她就改進去 她就改進去 她就說那個本來她們就是下來這樣 那白沙屯在苗栗這邊 時間又短 所以她急行軍她不可能讓她們 我們阿爾法山穿安德捷正類的 漫步在苗32線 微风轻浮 路边的小草随风摇曳 仿佛在欢迎每一位过客 远处海上风力发电车的巨大叶片缓缓转动 为这片宁静的海域增添了一丝动感 抬头远眺 高速公路上的车流蜿蜒在山间 与蓝天白云相应乘去 这里的风光既有自然的柔美 又有现代的律动 让人流连忘返 来庆祝一下白龙纵走行程 来给你抽一下 前方这里是妈林宫 然后这里是蒋公庙 妈林宫乃忠烈之庙词 奉敬主神卫大众妈娘娘王宝英 相传约于清乾隆年间率兵围剿叛乱 交付受挫壮烈成人 当地后人因受大众妈之英灵感应 荆棘兹三次重建史成金之庙茂 蒋公庙 大佛普拉斯电影场景 红杏通宵正名为纪念蒋公 出资在厚龙镇南港里构地 新建中正纪念堂 内部多处隔间 并在大厅摆设蒋公铜像 香儒与贡桌 铜像后方还有显幕的国民党党徽 离开蒋公庙后 我们现在来去山边妈祖宫 摆拍针好玩 难道这个要 来来来 雨伞是这样子 手勒 脚是这样子 开心拍完照后 我们往山边妈祖宫前进 等一下 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 原来是美丽的黑羊 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 进入山边聚落 映入眼帘的是怀旧的头嘎处 弥漫海洋味的渔网 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 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 走 我们要去刷鼻骂 刷鼻骂 抵达山边妈祖宫 山边专位于苗栗县后龙镇南港历 最南端之冰台小村落 山边妈祖每年最重要的竞香活动 便是年年与白沙豚狗天宫 天上圣母共成同一碗教 以徒步方式前往北港朝天宫竞香 感谢这些默默付出的志工们 一碗碗香气四溢的共玩汤面 这不仅仅是一碗汤面 更是他们无私奉献和爱心的象征 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台湾社会的温暖和光滑 离开山边妈祖宫 我们继续往前行 前方我们抵达青海宫 离海白驰的后龙镇青海宫 依山傍海 这里的妈祖神像位全台湾最高 高达32.2公尺 台湾的妈祖信仰 源自福建莆田的林墨娘 她以慈悲、智慧和神通广大文明 被尊为海神 庇佑着海上航行和渔民的安全 走到这个小广场 我们稍作休息 感谢志工徐大哥的讲解 她的热情和专业知识 让每一位游客都受益匪浅 此时不仅传递了知识 更传递了对环境保护 和历史文化的热爱 这样的志工服务 让人们在学习中感受到无限的魅力与感动 厚龙过港隧道 位于厚龙镇苗33-1县附近 属于海线道路的一部分 大约新建于大镇11年 1922年 奉继三座隧道六个洞门 厚龙过港断隧道群 坐落苗栗旧海线 反映苗栗县丘陵地形穿越之必要 具有独特的地理人文风貌 2009年起由苗栗县政府 将隧道整理成字型车道 并于2015年公告指定为苗栗县历史建筑 命名后龙过港隧道 接着我们往好望角观景区的方向前进 蹲着站来去找基石 排排站的仙女环 仙女环是训练族群自然排列而成的环 牧羊古道 基石位于陆右草地 目标显著 抵达半天聊山 先来去看一下 半天聊山位于苗栗县后龙镇 标高98公尺 三等三角点 149号 拍完三角点后 我们来去下个景点 今天的天气真的很热啊 我们现在已经抵达好望角楼 拍个美美的照 那是一定要的 假日的风景区总是充满了热闹的气氛 尤其是那些小摊贩 更是吸引了无数游客驻足 后龙好望角是一个结合自然景观 与历史遗迹的迷人景点 这里有着壮观的风力发电机群 巨大的风车在海风中转动 形成一幅壮丽的景象 站在风车下 你会感受到它们的巨大与力量 风切身低沉而深厚 令人震撼 除了风力发电机 好望角还保留了许多旧机枪碉堡 这些碉堡曾经是军事重地 如今成为游客拍照的热门景点 这样的景色和氛围 无论是散步、拍照 还是静静地坐着吹海风 都能让人感到心旷神疑 享受完美味的午餐后 我们离开后龙好望角 机枪口 刚才没讲过 大多我们大多站那边 西湖重药师地 位于苗栗县后龙镇西湖西出海口 半围东自后龙溪及61线西冰快速道路交汇处 西至海角乐园西侧防风铃 南以西湖西与海线纵贯铁路交汇处位界 总面积约141.07公顷 这片湿地拥有多样的漆地类型 包括河口泥滩、溪流、沙滩、历石堆积省基沿岸等 孕育了丰富的生态资源 好油 你现在还有时间拍啊 因为我们车还没能拍 好,抵达我们的终点龙港车站了 Thank you 好,抵达我们的终点 好,抵达我们的乐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